歌手卢廣仲为电影担任配音工作 电影公司特别送他一只限量打造的金色公仔 希望票房能一飞冲天 记者会现场卢廣仲也跟小朋友一起重现电影桥段 引发现场笑声不断 Go 背面请出发 来追足球 因为他脚很短 所以背面走 因为他脚很短胖胖的所以走得很慢 小碎步 好 然后碰到冬之后要捡足球 对于第一次配音 卢廣仲显得相当兴奋 笑声从小喜欢看动画电影的他 摇身成为配音员也算是美梦成真 不过唱作俱佳的他 却自曝自己因为口齿不轻 造成NG不断的糗事 就是我国小的国文就是很烂 注音超烂的 所以我一开始还就是纠着蛮久 可是后来就是老师说就是好像蛮有这方面的天分 被问到有没有特别难的台词时 他说 就是因为他会随时分析主角的那个健康状况 所以他会跟那个主角说 你现在的荷尔蒙指数标高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激素 就是录了很多次 对 YES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